可以看到蓝绿两党 其实都在今天 包含早上跟今天下午 预计要见民众党 就是希望能够获得 这关键少数的支持 那我们包含提到了 除了这个立院的政府院长之外 还有包含这党边的总招 有谁选 国民党您可以看到 我们刚也为您报道过 像是赖世保 他本来有计划要参选 这国民党里头的总招的 1月27号的时候 他都还在拉票 可是1月28号 突然间就退出选举了 那他的对手傅坤奇呢 傅坤奇到目前为止 也是持续努力要拼 成为总招这件事情 可是因为现在赖世保退出了 等于他是确定成为总招 那其实傅坤奇 他也非常谦虚的说 这个感谢赖世保的承让 他带着这战斧跟飞弹来了 提院同事排排赖世保送上祝福 因为他前一天宣布 退出国民党团总招选举 连任的立委 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 他们周边几个立委 都很痛苦 因为要投票 那他好像 两边都答应了 所以我就 我就决定退 我决定退 没有任何的条件 不想让同事为难 毕竟这几天赖世保 傅坤奇两阵营都在拉票 传出傅坤奇背后 有朱立伦党中央相挺 赖世保则是赵绍康的 战斗兰系统 但党内人士分析 傅坤奇从去年八月就开始准备 可能最后比票数 赖世保不会赢 因此退选 对于赖世保退选 傅坤奇在脸书表示 谢谢宝哥 承让自己带着战斧 飞弹要对抗民进党 带世保的成全要让傅坤奇 带领新党团 只是这阵子傅坤奇从倚天剑 屠龙刀喊到战斧 飞弹 说要拿来对付执政党 这让民进党团总召很不满 国民党虽是第一大党 但跟民进党只差一席 而且没有过半 未来蓝绿党边过招 很有看头 华氏新闻 综合报道 你好 我是宋燕铭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 YouTube频道